第17 中国尊老爱幼的传统 尊敬长者尊重领导 是不是符合五条建命呢 我刚才已经解释了 有些相似 但是儒家精神 那是农业社会里面形成的哲学 老人家不迟年长 还有老人家务农经验 人生经验 也这种秩序 但是儒家里面的精神里面 男尊女卑等等 它不广 它是里面缺少了一种对人尊严的认可 是等级的 基督教里面不是等级 是秩序 牧师比信徒肢体等级更高吗 不是 在教会的治理上 牧养上 秩序不同 功用不同 当然大家要尊重这种秩序 但是牧师不是教皇 不是什么高级人 你是低级人下的人 所以我给牧师擦皮鞋 舔他的皮鞋 然后供着 像神一样 不是那样 尊敬 不能藐视 但是知道上帝在他的计划当中设立那样的 我们对他应该有尊敬 不仅是对牧师 对其他人有尊敬 照着个人的不同的尊敬 然后而西方美 欧美年轻人父母关系比较独立 比较疏远 好像没有中国那么尊敬长者 但欧美年轻人创 创新力更高 所以这不是一回事 当然教育也有关系 我们中国可能顺从 可能抹杀个性这种可能性 有的学者也这么分析了 这个不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亚洲人这种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人 这种独立思考能力 这种突破能力 有限的原因可能也受到儒家思想 为什么总是有框框价价 这个我们可以肯定 我前段时间也看了作者的分析 有道理 他这种思考不无道理 所以他对于创造能力方面可能受到局限 有一定的局限 条条框框 父母等等考虑各种因素 但是他这种做法也有他的长处 西方这种尊重父母的关系有点弱 他们之间是朋友关系 平等关系 某种程度是符合圣经 人人都平等 尊严 带小孩子也不要说这是我的产业 我生的我爱咋咋地 揪过来就一顿暴打 看不起他 你小孩懂什么 不是这样 尊敬他 给他思考 你看看这样可不可以分析给他 让他自己做决定 这个是值得弘扬的 但是西方里面不是说没有父子这种伦理 有的尊敬父亲 这种孝敬的关系有 只不过是不像我们那种孝敬 坑老 十八周岁独立这样的 不是我们的那种传统的观念的孝敬 所以这是两个问题 一个是伦理的问题 孝不孝的问题 文化差异 西方多少是除了一些自由思想的影响 还有基督教思想影响这方面 然后包括教育理念 和我们传统的儒家教育理念不一样 那种绝对的顺从等等 有一定紧固这种西方 所以我们说循规倒计 有时候固定思维 这个是不得不承认的 从思维方式是这样 然后西方的有些好像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个善于表达 然后东方人士 这个思前考虑各种利害关系之后 也不敢表达 甚至太过于有眼泪见了 这个没有个性 没有隐藏自己的观点 这个也不能说完全长短 各有各的长处 亚洲人 有亚洲人的长处 这种长处也有 西方人西方的长处 所以不必要全统一 我比较反对那种统一 好的地方可以参见学习 一方图养一方人 在历史当中形成了不同文化圈 独特性 这个就要尊重 不能抹杀 那就变成新时代的希特勒了 文化优越感了 那就变成 有些文化自我反省 批判的时候需要批判 但是也不要什么都错 什么都对 这个要区分